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ils.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目录结构 咱们上一期用Sails的命令行 给咱们生成了一个Web用程序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生成这个Web用程序的目录结构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讲解一下Sails应用程序的目录结构 大家请看我的屏幕左边 有一个叫做MyWeb 这个就是咱们上一期生成的用程序 对不对 里面有很多的文件 以及文件夹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说 大家请看这边 有一个叫做API的目录 就这地方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后台处理程序的集合 所有的后台处理程序 都放在这个地方 它里面有很多子目录 咱们一个个看 比如说 有一叫做控制器的 Controller字 这是什么 这是系统的控制器 学个Luvie的朋友应该知道 控制器就是说什么 它是用于映射UR用的 比如说 咱们有一个 login的处理 咱有一个 那么咱们就建一个 login的控制器 然后这个控制器里面 它是一个类嘛 对吧 里面会有很多的方法 咱们可以把这个控制器中的 所有的方法 都映射成UR路径 这个就是控制器的 主要的功能 可以理解为 它是流远器的入口 比如说 咱们这个客户端 想访问咱们用程序 怎么访问呢 它需要输入这个网址 需要输入一个UR 这个UR从哪进 就从控制器里面进 今后咱们开发中的 会重点用到控制器 今后咱们会详细的讲解 接下来 hook函数 这干什么的 这个是调用系统级别的功能 类似于什么吧 类似于咱们以前开发 这个Windows 应用程序的Win32的APM 这Windows给它提供了 非常底层的APM 咱们通知APM 可以回调系统中的 各种各样的核心的功能 hooks就干这个 Sales呢 也不是不例外 这个咱们对处理者来说 这个根本用不着啊 有机会咱们再说 再往下 model这个 这是什么 数据库模型吗 在这个目录里面 咱们定义咱们整个应用程序 所用到的这个数据库的模型 比如说用户 user 比如说这个权限 对吧 比如说这个博客 等等吧 新闻 数据库模型 它几乎可以理解为 和数据库表呢 是一对应的关系 一映射的关系 今后呢 咱们也会讲到 它如何开发模型 好 再接下来是访问策略 这个时候有一点难 比如说 有咱们一些个控制器的方法呢 有这么一些个 或者说有些页面 咱们必须得是说 用户login之后 才能够处理 咱们就需要对 某些个路由 某些控制器呢 定义访问策略 这个访问策略该怎么定义呢 就用到这个policy 这个 系统策略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说为每个路由 挂上一个策略 然后他说 比如这个路由 必须得是login前 访问这个路由 必须得是login后 必须得有这个用户的ID 和权限的采用访问等等 咱们通过访问策略进行设置 今后咱们也会用到 好 再接下来 Response 这是定制http箱的内容 就这个目标 大家请看 这个目标有很多的内容 就这么 坏请求 建立 拒绝 Lodefond了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用户输入了一个 在这个网址上输入了一个 咱们根本不存在的文件 怎么办 咱们按理说 是应该报这个http的404错误 对不对 这个404的行为怎么定义 就是在这个Response里面定义的 比如说这个Nodefond 这个Nodefond就默认是系统的 404的行为 对不对 咱们可以针对于http协议 在这里面 定义咱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比如说这个forbidden 这个是403错误 对吧 还有这个服务器错误 505 Server Error 505 500 或者说505 等等等等 咱们根据http的协议可以定制更多的响应的方式 在这个地方 默认的话 用系统给人提论这几个应该就够了 好 咱们再往下看 服务 服务该怎么理解 大家看我这写一句 全局服务类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Java中 或Csharp中 干什么 静态服务类 比如说我要定一个全局函数 定一个全局类 这个全局类里面有很多的全局函数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在Sales里面就定一个服务 来执行全局的各种各样的共同的功能 比如说 咱们做一个邮件服务 专门用一个发邮件 可以吧 把这个邮件服务就定在咱们Service里面 实现咱们全局的功能 好 咱们再往下 API目录讲完之后 咱们再看asset 这个就简单了 这相当于什么 大家听说这个 静态 网站静态的文件的根目录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咱们什么呢 网站的根目录 或者说网页的根目录 咱们可以用API企业等等的 来映出这个目录 来够生成咱们的这个整个网站的内容 包括一些个模板 包括一些这个HTML Java脚本 CSS都可以定义在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然后它会根据这个目录的结构 给咱们生成真正的网页内容 这个机会 有机会咱们也会讲到 好 再往下config 哇 这个就难了 这叫什么 大家请看 系统设置文件集 这每个文件 今后我都会给您讲到 你现在诈一看 我是不是头晕 不用头晕 其实我第一次用这个Sales也头晕 但是我跟您说 作为出血者来说 您就甭管它干什么的 它爱干什么干什么 跟它没关系 有机会的话 我会一个一个讲到 其实每个都用得上 今天我讲解一个吧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Polus 这干什么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 这个访问策略 我针对于 比如说我针对于 这个Labi 这个Controller 设置各种各样的访问策略 在这地方 这个Controller 这个控制器里面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这个Neutral的方法 我这Neutral方法呢 我设置一个访问策略 来控制这个方法了 该被谁访问 该具有什么缺点的访问 等等了 这是设计访问策略 再比如说路由 我根据咱们这个上面的控制器 API里面的控制器 我该如何设置路由 如何设置访问路由 在这个路由里面 就可以设置 没有问题 包括Session 怎么定义Session ID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您听不听到没关系 今天咱们只是浏览 仅仅是浏览这个目录结构 具体干什么 每个文件都干什么 没关系 不用着急 以后都会给您讲到 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 这个文件 这个Config文件 加非常的重要 包括以后 咱们设置一些 这个产品的设置 包括这个数据库端口 数据库的连接的设置 包括咱们这个服务端口的设置 等等都在这里面会要设置 说难不难 说简单 其实不简单 但是说出学者来说 您就不用关心 甚至说都不用管它的存在就可以 好 咱们再往下看 Task 这是打包工具 我用了这么长时间的Sales 就用过它一次 一个什么地方 它有Pipeline 它坏的话说 咱们根据自己的编的很多 CSS Java教本等等 它会给咱们自动去打包成一个静态网站 我曾经用过一个什么 就是在Java教本编译的顺序的时候出现错误了 所以我手诺改过一下Pipeline文件 然后文件几乎就没动过 有机会我再给您讲解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帮咱们去顺序的打包 咱们的系统的静态的资源就够了 理解到这里就可以 接下来 这就非常重要了 经常用的 必用的 什么呢 网页模板 咱们生成网页有几种方式 第一就是纯写HTML 第二是通过一些个模板程序 比如说Sales 木上给它提升叫做ETS 这是一个扩展的Java教本的模板 它用于生成网页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大家请看这里面 其实都是一些网页HTML内容 通过它的生成网页是非常的方便 该怎么生成 该怎么设计布局 该怎么设计文件的内容 这个今后我会给您讲到 木上您就记住 在这个views这个文件加下 就是咱们网页的各种各样的网页 咱们网站 比如说有十个网页 这大概可能就有十来个文件 对吧 有一个布局文件 布局文件有好多这个嵌入的body 放的内容 这个内容可能是别的文件放进来 然后咱们在生成网页的时候 渲染的时候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布局文件 再指定一个具体的这个数据网页 然后它就会给咱渲染出来 这种细节 咱们今后会讲到 您今天乍一听就可以 不用了解特别深刻 好 最后这个app.js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吧 这个也不用管是干什么 您记住了 相当于是咱们的闷函数 咱们这个salesweb端的应用程序 是通过这个app.js启动服务 然后运行起来 您就认为这是一个闷函数就够了 我用了也是很多了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改过这个文件 几乎不用改 几乎不用改 然后我看还有没有其他一本介绍文件 这个package 用个node.js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package就是说 咱们这个用程序 要存要使用哪些个第三方的库 在这个地方要定义一下 一般来说咱们不要动 比如说咱们用这个sales.js的版本 是12.14 一般就不要动 其实像我个人习惯 我喜欢把这个前面去掉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这个精确版本 这样的话 保证咱们的服务器 保证咱们这个安装时 不会有大的出入 因为以前我用过一个什么 是个request 这个第三方库 我安装时 我就没有去掉这个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 这个叫什么服 这个叫什么服 反正就这个小三角吧 我没有去掉这个 结果我这个开发时候全部成功 但是我部署时 因为我没有改它 结果它会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就导致我这个生产环境中 发现好多错误 我结果一挑 是这个版本号 设计这个小三角问题 所以说我推荐您在这个开发过程中 把这小三角都去掉 这就是这个package.json的注意问题 我看到其他还有什么文件 应该就没有了 OK 其实咱们这个myweb的目录 就是这么几个文件夹 最常用的是这个API里面的controller 还有这个model 最常用 换句话说 只要咱们开发就离不开的文件夹 就是这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view 这就是咱们的网页嘛 html 这个也离不开 其他的几乎就不怎么动 几乎就不怎么用 比如说像这个service 咱们写一个这个邮件发送服务 就放在这里完了 就几乎不再动了 像这个policy 咱比如说写一个这个session认证的 一个proxy的类 就完了 就不再动了 经常用的 每天都要开发的 一个是model 一个是controller 以controller为主 好 这个网站结构大概就是这样 应该不是很难 不过没关系 第一次接触方可能说 哎呦 怎么这么多文件 这么多文件 没关系 以后咱们都会讲到 通过我的给您讲解 你就办明白 原来这个看起来难 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 我是有这种感觉 好吧 由于实验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这个课件 会传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优优优独播 咱们下个视频开始 正式开发SIRS的用程序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